有一种投资策略叫做Burr 它能够比传统的投资出租房更加快速 更加高效 回报更高 但是它是否适合于你呢 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 我是北美决金华有名 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向您好 我们提到投资出租房 一般人想到的投资策略呢 是我自己先存一个首付 比方说我付20% 25%或者是更高 然后其他的部分贷款 我买一个房子过来 然后把这个房子给租出去 获得现金流 这就是一个投资出租房的过程 这个过程没有问题 这是最普遍的一种操作方式 但是呢 它的很重要的一个弊端 就是在一套房子上面 你压的钱是比较多的 比方说一个房子 它的价值是30万美元 那么你首付20%的情况下 就相当于你在这个房子上压了6万美元 然后呢你还要再存6万美元 才能够做下一套 这个速度是慢的 那有一个替代方案呢 叫做BURR是非常聪明和巧妙的一种方案 它的效率确实是更高的 它能够让你做到一个月买一套房 甚至一个月买两套房 那问题在于并不是每一个投资策略都适合于每一个人 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任何一个投资策略是适合所有人的 那么对于BURR来讲 它是不是适合于你呢 你需要问自己以下7个问题 那在我们解释7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稍微解释一下BURR究竟是一个什么策略 它是一个什么过程啊 有些朋友可能是第一次听到 这个BURR它其实是一个简写 由5个英文字母来组成 这5个英文字母分别代表了这个投资策略的5个步骤 第一个B呢是Buy也就是买 它指的是你用全款去买一个需要维修之后才能够租出去的房子 第二个环节呢 R它代表是Rehab 刚才说了这个房子需要维修是不是 那你第一个环节买好了以后 接下来自然就是对它进行维修翻新装修 那当这个环节做完了以后 这个房子就像新的一样可以出租了 接下来就是第三个字母R 它代表的就是RENT 你把它给租出去 这个很好理解 第四个字母R呢 它代表的是Refinance 这个时候你再把这个房子里面的净值给带出来 稍微解释一下 咱们假设说一个房子你是以20万美元买的 你又投入了4万美元来做翻新装修 而且各种过户的费用杂费有1万美元 你相当于腰包掏出来多少钱呢 掏出来25万美元 然后你把它完全的弄好了 租出去了 租客在里面住了6个月12个月 都是按期来给你交租金的 这个时候你找到银行说 想要把这个房子的钱给带出来 好 那银行找了一个appraiser 就是评估师来对这个房子进行了评估 发现这个房子它价值30万美元 而银行愿意带给你80% 也就意味着带给你24万美元 那我请问你在这个房子上压了多少钱呢 你压了不是6万美元 不是30万的20% 而是1万美元 因为你投入了25万美元 拿出来24万美元 这24万美元你可以拿来干什么呢 你就可以拿来买下一套房子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的速度特别快 那么这五个字母最后一个字母R呢 它就代表repeat 就是重复以上过程 你真的可以做到一个月一套 一个月两套的速度 再买房的 好听起来非常好的一种投资策略 在现实当中 它也确实是非常强大 很多人通过这样的投资策略 几年的时间可能买几十套房子 快速的建立自己的投资组合 那么这个投资策略 它究竟是否适合你呢 你需要问自己以下七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是否有充足的资金 就像刚才讲的 一开始你是不能够贷款的 你的杠杆运用在后面的环节 而不是一开头的环节 那么这个时候 你手上是否有足够的钱 来全款把房子买下来 就是最为重要 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了 比方说刚才咱们说的 你要拿20万来买一个房子 你手上没有20万 那这个事情就做不成了 你可能手上只有几万美元的话 那就真的要去考虑 用传统的方式来投资美国的房地产了 当然好消息是传统的方式 投资美国的房地产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它仍然是回报非常高的一种投资策略 如果你想要学习这种投资策略的话 我也有完整的课程 叫聪明的美国出租房投资 它能够教你如何用传统的方式 一步一步投资美国的房地产 那么这个课程呢 在我的会员网站有名优点 com上面也是有的 然后呢 我把它的链接也放在今天视频的下方 好 那第二问题就是 如果你没有20万 你还想做这样的一个策略 能不能够做呢 也是可以做的 那这个时候你需要问自己是否能够接受hard money loan 所谓的hard money loan呢 就是一些私人他带给你的钱 这些钱呢 他要求的利率是比较高的 期限是短的 比方说借给你18个月 然后利息是12% 那这种情况下 你是否能够接受 为什么是18个月呢 他这个钱呢 就覆盖了 让你一方面能够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另一方面呢 还有维修翻新的钱也给你覆盖了 所有你需要掏腰包的钱 他都给你覆盖了 他是等着你过了一年左右的时候 你能够找着传统的贷款的那个出借方 把钱呢 带出来 然后再还掉这个hard money loan 比方说你这个房子正常的翻新装修了以后 你又出租出去半年 然后你找着了一个银行 银行愿意给你提供30年期4%利率的贷款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贷款 贷出来的钱 把hard money loan给还上了 那假设说这个过程出现一些问题 比方说你贷不到那个传统的贷款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仍然有选择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房子给卖掉 把这个hard money loan给还上 所以hard money loan的期限呢 通常要比你可以做Refi的这个所需要的时间要更长一点 给自己更充足的一些余地 那最终的这个问题就在于你是否对于hard money loan这种短期高息的贷款感到舒服 因为有些人是不愿意去带这么高利息的贷款的总觉得不舒服不安全的一种感觉啊 但是如果你比较有经验了 你做的多了 你感觉到很舒服了 你是完全可以用这样的一种工具的 第三呢 就是你是否有可靠的contractor 所谓的contractor 就是咱们中国人所说的包工头 你可以看出来在整个的投资策略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是这个包工头是不是可靠跟你合作起来怎么样 他必须非常的可靠非常的可以信任才可以 你知道在美国这样的包工头是稀缺资源 我们常常遇到两种工人 这两种工人呢干活干的都很好 但是第一种工人是干到90%的时候这个人就不见了 剩下的10%你是永远不能够期望他去完成的 第二种人呢是干活干的不错 但是他永远开始不了 他可能给你拖延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他都开始不了 所以你想要找一个特别可靠的包工头 是不那么容易的 你需要在你投资的那个地区 有这样一个可靠的包工头来跟你合作 那当然这个怎么找呢 这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技巧的 后续我也会跟你做更多的分享 如果你需要获得这方面的信息 如果你对这种投资策略感兴趣的话 也订阅我的频道北美绝金 后面我会做更多的分享 那第四个你需要问自己的问题 就是你是否把鸭子排成了一排 把鸭子排成一排呢是从英文直译过来的一种说法 他在英文当中所说的意思就是你把一件事情的各个模块捋顺了 各个环节捋顺了 你看在Burr这种投资策略当中 你会涉及到很多个合作方 包括给你找Duel的人 刚才咱们说你需要找那些需要维修翻新的房子 以低于市场价给拿到 多低于市场价呢 就是市场价的70%到80% 这样的价格拿到 那显然这种房源并不是遍地都是的 不是说你到Zelo上去看一看就能够找到的 你需要那些专门有技能的人把这样的房源给到你 所以你需要跟这些人建立联系 他们把这些机会给到你 第二呢 你需要有合作的包工头 第三呢 你需要有愿意带给你钱的出借方 这些出借方也许是银行 也许是Credit Union 也许是其他什么机构 好 第四呢 你需要有物业管理公司 将来这个房子租出去了 由他们来管理 当然如果你说你想要自己管理也可以 但是我并不建议 因为这种策略呢 将来你会以非常快的速度来获得房子 你的精力当然并不想全部被占用在管理这些房子上面 接下来你还可能需要资产保护的律师 因为你会获得很多很多的房子 那这个时候呢 资产保护包括是否要匿名持有 都是你需要从一开始考虑的问题 因为这些事情呢 很多是你从一开始要把它给做了 等你将来再做 可能就晚了 可能有一些环节是没有办法往前逆着去改变的 所以这种资产保护的策略呢 其实需要往前放 在你买房子之前就需要先制定好你的策略 好 第五点呢 你需要问自己的是 你是否愿意投入时间精力 听到这里 我相信你也感觉到了 跟传统的贷款买房相比 BURD这种策略呢 它需要你投入的时间精力是更多的 因为它有更多的环节 它有更多的可能超出你控制的因素 不可控的一些事情可能会发生 所以你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 尤其是你刚刚开始做的时候 每一个环节你在摸的时候 那你肯定是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的 你是否有条件投入 你是否愿意投入 这是你需要问自己的第五个问题 你需要问自己的第六个问题 就是你自己是如何看待困难和障碍的 你显然不能够指望有任何一个人 带你把所有这些环节都给做了 所有这些事情都给做了 你之所以在这种投资策略当中 能够赚到更多的钱 其实一个非常根本的原理就是 这当中很多的辛苦的工作 需要头疼去处理的事情 都是你去解决了 就像我常常说的那样 你赚钱是怎么赚来的 你解决了问题赚来钱 对吧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解决很多问题的 所以你能够赚到更多的钱 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是有没有以一种正确的态度去看待障碍和困难 你要知道障碍和困难是你的business 是你的生意的一部分 这个过程也许有挫折 也许有障碍 也许有开心的时候 也许有沮丧的时候 但是所有这些都是你自己的这个生意的一部分 它跟你的生意是没有办法分离的 我可以告诉你在房地产投资当中 只要能出问题的环节一定会出问题 这是莫非定律 而且呢 常常会有一些出问题的环节是你意想不到的 你做梦都想不到的 而且经常会翻着花样出问题 每次出的问题不重复 那么你会如何看待这些障碍和这些问题 你是否会积极的去面对去解决 你是否会自己去处理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你指望有任何人把所有的事情都帮你干了 那么你是不适合去做BURR这种策略的 你也许更适合去passive的 去被动的做一些投资 比方说投资rate 房地产投资信托 那么这个就属于你只需要把钱给到别人 其他所有麻烦的事情 所有这些专业的环节都有其他人来做 像我自己也投了一部分钱 在一家rate叫做rate diversified 如果你想要投资这家rate 或者是看一看他家的资料的话 我也会把链接放在视频的下方 那接下来第七个你需要问自己的问题呢 就是你是否需要马上获得现金流 你看跟传统的贷款买房这种方式相比呢 它的现金流并不是马上立即可以得到的 你传统的买房 你比方说买了一个新房 好你买完以后这个房子马上就可以入住 那你马上就可以见到你的现金流 但是呢在boer这种策略下 你是要花时间去翻新装修 然后呢再把它租出去 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获得现金流 而且呢你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通常是六个月到十二个月才能够把里面的钱给带出来 这个当中你看前前后后可能就有一年的时间 你是先把钱压在这个房子上的 那么你能否接受这样的一种状态 你是否有这样的耐心 如果你有这种耐心的话 那么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策略 因为这种策略呢 慢就是快 慢就是快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慢的 但是到后面是会非常快的 因为你一旦能把这个钱给带出来 你就能够立马买下一套 你就不需要说我再存多少钱 花很长的时间去存首付 然后我才能够买下一套 到后面滚动起来会非常的快 这就是这个boer策略的魅力所在 那么当你问完自己以上七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能够知道这种策略是不是适合于你了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boer这种策略的具体的操作 包括我自己是怎么来操作这个策略的 我是怎么去选房的 我是怎么去分析一个deal的 我是怎么去做每一个环节的 关注我的频道 我后面会做持续的分享 包括还有更多更多有价值的 美国房地产投资的策略方法和知识 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北美绝经黄武明 我与你一起绝经美国 你们很优秀 咱们下期再见 Mo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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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